会议8月1日晚将美国评级下调至AA加 理由是该国的金融治理受到侵蚀 预算赤字不断增加且未来三年财政料将恶化 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2日痛批会议 剥夺美国最高级信用评级的做法 称其具有缺陷且完全缺乏依据 主管金融市场事务的助理部长乔什·弗罗斯特表示 会议的举动对美国国债的价格影响有限 财政部在周三早些时候公布了两年半多来 首次增发中期和长期美债的季度在融资操作 而美债在当天就业数据显示强于预期后下滑 并在财政部宣布高于预期的发债计划后加速下跌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8月1日被大陪审团起诉 指控源自美国司法部对他在其支持者 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之前 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做法所展开的调查 对他的指控包括串谋欺诈美国政府和干扰证人 特朗普目前正寻求在2024年重返白宫 这次起诉是针对他的第三起刑事案件 联邦检察官说 特朗普在这些串谋中一心要保住权力 他攻击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具有基石性质的职能 国家收集、统计和认证总统选举结果的程序 特朗普定于3日在联邦地区法院出庭 齐选阵营发表了回应声明 批评司法部 称这些指控是违反美国精神的猎污 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CBP资料 7月在南部边境地区非法入境人数比6月的99,545人 激增30%、超过13万人 严重打击拜登政府的新移民政策 自5月12日起实施的新移民政策 除了放宽无政客入境人数 也对偷渡者采取逮捕、驱逐等惩处手段 6月边境逮捕的偷渡客人数减少42% 但最近数周来自墨西哥、中美洲和非洲的大批移民 穿越亚利桑那州南部沙漠 仅在7月份已有4万人被捕 创下屠桑地区15年来单月偷渡人数最多记录 联邦国土安全部7月公布资料 在美墨边境透过手机CBP-1应用程序 得知合法入境的无政移民已多达5万人 不过加州联邦地方法官递家 7月25日作出推翻CBP庇护申请规定 因为根据联邦法律 凡入境美国领土的任何人 无论采取任何途径入境 皆有权申请人道主义庇护 该裁决定于8月8日生效 CBP官员表示 一旦庇护申请规定失效 日益减少的非法移民人数 可能会出现蜂拥而至的偷渡潮 因此请求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撤销地家法官的裁决 并强调拜登政府将不惜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8月1日 随着加州骨热病例不断增加 卫生官员向公众发出警告 加州公共卫生部称 骨热也被称为求孢子军病或求军病 通常会影响肺部 并可能导致长期的呼吸道症状 包括咳嗽、发烧、胸痛、疲劳或疲倦 骨热是由吸入室外空气中灰尘中的真菌引起的 当大雨持续较长时间时 真菌可以生长并传播到空气中 对一些人来说 症状可能严重到足以中断日常生活 包括缺席工作、上学或其他活动 由于去年冬天南加州历史性的降雨 卫生官员警告公众 感染人数可能会增加 同时分享了将这种疾病与其他疾病区分开来的方法 骨热与包括新冠在内的其他呼吸道疾病有许多相同的症状 症状可能持续一个月或更长时间 需要进行实验室检查 以确定问题是有骨热还是其他疾病引起的 如果新冠检测结果为阴性 但呼吸道症状持续一周以上 官员们建议去看医生 询问这些症状是否可能有骨热引起 那些最有可能被感染的人是任何参加户外活动 与污垢或灰尘密切接触的人 生活在通常容易被感染地区的任何人都有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